在性生活中,不管男性还是女性最怕的莫过于两件事,一是男性的小弟弟关键时刻印不起来, 另一个就是男人太快就缴械投降,即射精太快,有些甚至短短几秒就已经结束战斗,这种情况,我们形象将它称之为秒射,要知道,临床上除了药物帮助以外,男同胞学会这三招,对于解决三秒男的情况大有帮助,第一招,动停动在性生活过程中,当男性刚开始有射精的意图后,可自行停止性生活,撤离阵地, 休息片刻,利用这个时间差,可以与爱人更多的进行言语上的沟通与交流,当射精冲动消失后,再次投入到新的战斗中,如此反复几次,短短练习,拜托,描述男不是梦想,第二招,切拉一囊或者捏几法具体操作,就是有女方在性生活过程中,通过有自己的手下下切拉男性的一囊和膏丸,或者用手挤捏男性的小弟弟, 从而降低兴奋性,以达到延长时间,从而治疗快相守第三招,提钢吸气法,PCG锻炼,PCG肉在胰囊与肛门之间,PCG活动时,他可以控制男性的勃起活动,凯格尔运动,又称PCG收缩运动,他以洛杉矶医生阿诺德凯格尔的名字命名, 这种方法可以刺激生殖器区,增加生殖须的血流量,从而改善性功能,第一节包括三组练习,首先,迅速收缩,放松盆底肌肉,每次持续10秒,连续做三组,每组间隔10秒,每次持续5秒,每组间隔5秒,最后,紧缩盆底肌肉,维持30秒,做三组,每组间隔30秒, 这一套练习应坚持11周,每天都练,第二节训练中,收缩盆底肌肉,坚持5秒,然后放松,一共做10组,每组10次,做三组,再次,不规则地收紧并放松,每次数10下,做三组,最后,紧收肌肉,尽可能久地坚持,以2分钟为上限,这一节训练也应坚持11周,第三节,首先是重复收放盆底肌肉,共30组, 慢慢增加到100组,然后,尽可能久地收紧,做30组,每组间隔30秒,第四节是巩固练习,首先,收紧盆底肌肉,至少坚持2分钟,然后放松,组输不屑,但最好是尽可能久地练习,相信坚持这三招的锻炼,远离秒射痛苦不再是难题,当然想成为九战不皮的高手,能做的还以很多,比如, 九战不皮的快枪手该如何练成,男人如何让自己战斗更持久,仅供大家参考学习哦 相关图片来源于网络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